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夫妻恩爱 令人疑惑的是夏侯辉是司马师非常疼爱的妻子 然而晋书却说他下毒将夏侯辉毒死 这又是为什么 夏侯辉的父亲夏侯尚是征熙将军夏侯渊之职 三国时期曹魏著名将领官至征南大将军 夏侯辉的母亲曹氏是大司马曹真的妹妹 受封为德阳乡主 夏侯辉的同母兄长夏侯玄 是曹魏著名文学家玄学家将领官至大红儒 夏侯辉的出嫁司马家 预示着司马氏曹氏和夏侯氏三大家族的命运 在一次产生了不可分割的交集 司马师真得杀了妻子夏侯辉吗 虽然晋书有记载 但至今依然存疑 第一 晋书成疏于唐初 距离三国末年太过久远 书中记载的事件也多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这都大大影响了他的史料价值 第二 司马师与夏侯辉夫妻关系应该是不错的 司马师只比他大三岁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夏侯辉死时才24岁 与司马师的婚姻最长也只持续七年 七年内就有五个女儿 生育频繁 证明他们夫妻关系应该不错 第三 谋杀是要讲究动机的 夏侯辉在青荣二年去世 当时曹瑞大权在握 司马懿还在忙着在武藏园上跟诸葛亮对峙 像司马懿这么谨慎的人 怎么会允许儿子破坏司马家和夏侯家的关系 综合以上原因 可知夏侯辉并非司马师所杀 其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病亡 夏侯辉24岁就已生育五个女儿 现代医学证明 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并不适合生儿育女 尤其夏侯辉生产的频率还如此之高 加上古代那种医疗条件 身体方面肯定会受到影响 青荣二年那年正好是大疫 因此病死也很正常 更多历史故事历史奇闻 请订阅历史邦国